電視歌曲獎 沒錯, 當然我們找一群獎的 就是要很喜歡唱歌 但未必唱得好的人 那應該是他了 是的 謝謝刀姐 大家是不是很期待我現在唱歌 但其實機會不屬於我的 是屬於一群年輕人 他們真的很年輕 因為平均年齡只有14歲 這幾位星夢學員就是 嚴明熙、忠由美、尖天文和姚卓妃 我們有請他們出來 大家好… 你好, 不如讓我介紹一下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忠由美、Yumi 今年14歲、01個月 大家好, 我是姚卓妃、Chantelle 今年14歲、04個月 大家好, 我是尖天文、Windy 今年14歲、10個月 大家好, 我是Gigi、嚴明熙 今年14歲、21個月 即是你最老的 你最老的 聽完你的介紹, 我真的要做依依 我知道了, 還是姚卓妃 當然是姚卓妃 真是姚卓妃 懂得說話 你知不知道今天來做什麼 頒獎 做得頒獎的嘉賓要熟過候選名單 你認識歌嗎? 其實我們現在真的很熟 是嗎?哪首? 我有看《韓莫的》 無需刻意想起 仍然深刻銘記 又唱得不錯, 還有哪首? 我有聽《世事何曾是絕對》 好, 這首我也喜歡 但在這麼多首中 你們最喜歡的是哪首? 我們支持小方言 那首歌還在說是不響 وال 真是不響 不要唱了, 請別唱了 不, 我覺得我們唱得很好聽 應該要有我們的主題曲吧 說到小謊言是我們最愛的 不如一起看看能否入到三強 最受歡迎電視歌曲 最後三強, 排名不分先後 哭場, 譚嘉儀 煩人不懂愛, 胡鴻君 小謊言, 蓮詩雅 到底這三強名誰會贏呢 你們幾位妹妹有誰敢宣布嗎 好, 好, 交給你, 要唱出來 好 萬千聖費頒獎典禮, 二零二零 最受歡迎電視歌曲是… 是誰呢 好 3、2、1 無須刻意想起 仍然心恨靈驚 沒錯, 就是煩人不懂愛 胡鴻君, Huber, 恭喜 煩人不懂愛, 胡鴻君 韓魔的2.0插曲 作詞, 張美賢 作曲, 胡鴻君 編曲, Johnny Yim 歌曲監製, 何哲濤, 韋景雲 謝謝 在這裡想跟你們說一聲加油 我知道接下來你們要參加比賽 我自己都是國內人 我知道我的壓力很大 所以你們要加油 最好可以選我的歌來唱 對上一次得到這個獎項是… 因為韓魔的的主題曲 到今天我可以因為韓魔的2.0 可以再一次得到這個獎項 所以如果接下來有韓魔的3.0就好了 好似都挺旺 在這裡我要多謝韓魔的2.0的 台前幕後工作人員 多謝監製方俊昭先生 以及編審的羅貝青小姐 多謝你們寫了一套這麼出色的劇集 令我可以在拍攝的時候 有靈感去寫這首歌 我要多謝這首歌的班底 作詞的張美賢 編曲的Johnny Yim 監製永景雲 多謝你們和我一起完成這首作品 其實入行到現在我一直都很感恩 由我以前小時候在電視機前看電視 到之後可以有機會去演戲 去唱劇歌 到這一刻我可以為我自己有份 參演的劇集去唱作歌曲 我覺得一切都很奇妙 多謝所有給我機會的人 多謝你們對我的信任 最後我要多謝我的歌迷 你們不論在音樂上 還是在影視上 都給了一個很大的支持 和鼓勵給我 你們會見到我盡大的後盾 最後新的一年祝大家身體健康 多謝 恭喜 其實這首歌不僅在過去一年 電視上經常聽到 很多社交媒體都經常聽到 對,很厲害 因為凡人不懂愛這首歌 是黃坤自己作曲和主唱 而且在網上的音樂影片播放 超過420萬次的點擊 令得非常厲害 在這時候交給我們的得獎歌手 黃坤為我們唱出凡人不懂愛